欢迎来到星星频道,请点击订阅并关注,获取最新资讯。 李依童的落日玫瑰造型,美的不仅是颜值,更是气质,又纯又郁。 李依童以其独特的落日玫瑰造型经验全场,展现了她精致五官和发丝青阳的魅力。 这位女演员身着一袭抹胸裙,裙身堆叠着玫瑰图案,浪漫至极,仿佛是一位误入尘世的天使,身处梦幻泡影之中。 她的眼眸低垂,微耸的肩膀透露出一丝娇憨可人的气质,美貌迷人的形象令人难忘。 李依童的这一造型不仅是一次个人风格的展现,更是时尚界对于美帝一次探索和诠释。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,公众人物的形象被赋予了极高的关注度,而李依童此次的造型无疑为大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向。 她的妆容、发型以及服装的选择都体现了对细节的极致追求,每一处都透露出精心设计的痕迹。 李依童的发丝在灯光下透出光泽,每一缕都仿佛有着生命,轻盈地随着她的动作飘扬。 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自然美,实则是经过专业团队精心打造的结果。 在时尚领域,头发的打理和造型同样能够展现出一个人的风格和品味。 李依童的这一造型,不仅仅是对她个人形象的一次升华,也是对时尚美学的一次创新尝试。 身穿抹胸裙的李依童,裙身上的玫瑰图案如同艺术品一般精致。 这些玫瑰不仅仅是装饰。 他们的每一半,每一朵都蕴含着设计师的心血和创意。 在时尚界,服装设计是一门综合艺术。 她融合了绘画、雕塑、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。 李依童身着的这件裙子,就是这种艺术融合的最佳证明。 李依童的眼神和姿态也是这次造型中的亮点之一。 她低垂的眼眸和微耸的肩膀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。 既有着东方女性的温婉,又不失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信。 这种气质的形成,除了她本人的个人魅力外,还得益于她背后的团队对于整体造型的精心策划和调整。 在当今社会,时尚已经成为了一种语言,一种人们用以表达自我、交流情感的工具。 李依童的这次落日玫瑰造型,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一次华丽转身,更是时尚语言的一次生动表达。 她传递出的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理念。 总体来看,李依童的这次造型是对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审美理念的完美融合。 她不仅展示了她作为演员的多面性,也反映了时尚界的不断创新和探索精神。 在未来,我们有理由相信。李依童以及像她这样的艺人,将继续在时尚的道路上,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视觉盛宴和文化体验。 感谢观看